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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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初支聯會主席司徒說 應海外民運組織邀請 到訪北美六個城市 出席六四二十週年悼念活動 和大小論壇 李宗盛 最後就是保守的力量勝利了 他把學生運動 名譽鎮壓下去 在哈佛大學這個論壇 華叔重申六四歷史意義的時候 有內地學者批評他對六四的執著 有時間給你 OK 謝謝 我想問我們 今天在這個地方 這個時空裡面 你說舊中國是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中國今天是在 受日本侵略 還是受八國聯金侵略 還是受美國侵略 你們這些人總是 有一種悲切的 控訴的 怨恨的人 來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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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早就夠了 總是停留在這個非常低級的 控訴階段 早就應該結束了 我們應該領先的思考 什麼樣的政治制度 適合現在中國 你參加過六四的事件 對 沒錯 你看見過軍隊開槍嗎 你不要跟我講這些東西 你知道嗎 你看見有人流血嗎 在八九六四事件當中 香港人可以下是經歷了一個 愛國民主的大洗禮 七九年鄧小平復出之後 我呼伏有些期望 因為 由於經濟上的轉變 我認為經濟上的轉變 必定會促進在政治上的改變 但是八九民運被鎮壓 是徹底粉碎了這種期望 一方面就是愛中國 不希望中國出現悲劇 希望中國也走向民主進步 準備開始今天的民主風箏行動 我覺得愛國不是愛一個政黨 愛一個領袖 或者愛一個政權 是愛我們的同胞 愛我們的傳統文化 愛我們的土地山河 雖然現在經濟有了發展 但是不能夠否認六四鎮壓是錯的 正如你一個人以前殺了人 現在發財 給你一些錢 你就可以認為他沒有罪 說他沒有殺過人 你看到同胞被血腥鎮壓 你完全無動之中 我怎麼才會愛國 紀念六四的活動 一直進行下去 在回歸之前 李鵬飛受惠信之堂 跟我說要求解散支聯會 譬如在回歸之前和回歸之後的第一年 董劍說都兩次叫我不要假紀念六四 放下六四的包袱 希望一切順利進行 這個很重要 我覺得時間過了 香港人對於國家各方面的發展 得到驚人的成就 我會希望在這方面 大家可以信賴香港人 會作出一個客觀的評價 我的意見就是代表香港人整體的意見 向他們的意見 也會影響我的意見 要求澄清 他怎麼可以代表我 他怎麼可以代表香港人 我覺得這是很反感 完全反感 八九民運之前 司徒華被中央委任 做基本法起操委員 經常要往返內地 六四之後 他辭去草委職務 至此一直再沒有踏足內地 回鄉政也已經一早過期 現在華叔要了解國情 就只能靠閱讀內地出版的刊物 最重要的是 不是我能不能回到 而是中國有所進步 這是最重要的 他給回鄉政 我就可以回到 特別是假如平反六四 我就可以回到 劉千石是支聯會創會成員之一 六四之後 他沒有理會家人 還在內地生活的顧慮 投入民運活動 協助逃亡的北京學生 和民運人士 他當時估計 自己未必可以再回去內地 見家人 那年四月回去見家人 他也叫我別那麼擔心 一馬幾十歲 當時我自己不知道 可以怎樣回答他 只是跑一跑,鋪鋪鋪鋪 接著發生法國民運 六四 結果 沒見過我媽媽 在二千年 六四之後十一年 劉千石終於獲准 回去廣州和家人見面 之後再等了四年 終於獲發十年奇效的回鄉卡 自由往返內地 擔出政治舞台 我八九六四所做的任何事 我都覺得就是一個人 在一個特定的時空 特定的環境 特定的地點裏面做 我覺得人基本做的事 五年前 劉千石提出民主派和中央政府 應該化解矛盾 他認為追求民主和愛國 兩者可以共存 不僅是六四一個結 不僅是六四一個結 中央和民主派之間 是有一個很深的結 既然結 你是需要解 一定是雙方 一方解一方 一方拔緊他的結 都是實的 兩方拔緊更加實 替雙方 當然我們現在期望 中央政府可以主動一點 來到鬆結 也希望另外一方面 有更好的回應 全港市民 支援外國民主運動聯合會 昨天已經成功地把第一批款 交到他們手了 岑建勳是支聯會第一屆常委 當年他親自把香港人 支援民民的千多萬捐款 帶上北京 六四之後 他參與過王爵行動 保持民運人士逃離中國 一度被中央政府 視為不受歡迎人物 五年前 他重新獲發回鄉卡 之後 他在豬三角地區 投資在連鎖式戲院 逗留內地的時間 亦都愈來愈長 回回六四的情況 二十年前和今天 如果你問我有甚麼感覺 我其實 沒有甚麼不同 唯一就是沒有這樣的環境 要我拿著咪高峰喊 而已 民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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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 民主、民主、民主… 二十年之後 大家還有一種堅持 其實大家想起 有些人說他們執著 我覺得他們不是執著 我們今天對南堅大盜撒 都是有意見的 都是上街的 你就是為了一件對的事來做 擇線 而故執是沒問題的 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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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